美女 这么漂亮 和哥哥一起玩玩 放开 这儿可是一品天狙 你们也敢在这儿闹事 我可是东省杜元寅手下的 整个东省 还没有我不敢惹的地方 东省真三 杜元 你知道就行 你要是不配了 那我就只能用情了 要撒也去你的地方 下间的臭宝啊 还想从我手里应熟救 真是死不量力 他进了我宝卫的小区 我将要保证他的安全 再骚扰他 你们都别走 就是被你一个底层的臭宝安吓住了 老子还怎么在东省 虚弱 秦田 老子就拿你的命 给东省的夏季抬送 喂 兄弟们 弄死他 请提 跪下 赵子 你敢 我大哥马上就要来了 你要登陆 我不会今晚 谢谢先生救我 你快走 东省镇山湖 杜元英的人 我们惹不起 杜元英 很厉害的吗 东省布袁英 敬过韩先生 拜见韩先生 我把东省交给你 你就给我养出这些鱼肉百姓的地头蛇 韩先生请见谅 我 一定给你个解释 让他付出代价 说再有下次 你 以死协罪 是 是 是 我去给媳妇送文件 回来之前 把我这里归付原状 明白 什么文件 媳妇要得这么急 你好 我是沈家的保安来送文件的 你好 您的 段雪 谁啊 他是 你们 在酒店做什么 你认识啊 啊 那个 这位是我的丈夫 韩雨萱 韩雨萱 在下东省赵家 赵志聪 青龙商会 赴祖 青龙商会 你这种小憋三 也听说过青龙商会的大名吧 东省杜元英的产业 我本是杜爷亲自任命的父 至于我和若雪 是老朋友了 我们在这里 谈论一些工作的事情 韩雨萱 以你的身份 说了你也不会懂 层次地位不符 我们谈论什么 你能听懂吗 我只知道有夫之父 不会和别人在酒店谈审工作 韩雨萱 五年了 我一直在为这个家辛苦奔波 你有什么资格怀疑我 你和别的男人去酒店 我身为你的丈夫 连最起码的知情权都没有 够了 韩雨萱 收起你那恶心的想法 以你现在的身份 我就算告诉你 你帮得了我吗 谁 事实际 抱歉 走 走 沈若雪 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好好解释一下 韩雨萱 我们离活吧 什么 韩雨萱 我累了 这么多年来 我每天都在为了沈家的崛起 轻注心血 劳心费身 出入各种应酬 而你呢 有什么好心 一无是处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刚才再晚来一秒 沈家就能得到青龙商会的认可 得到十个亿的订单 而你 把这一切都搞砸 先不收纳赵氏操 有没有资格调动青龙商会 十个亿的项目 就以沈家现在的订单 还吃不下十个亿的订单 麻木自大 妄想明不登天 只会满盘结束 这些道理你还不懂 我会帮你安排一些 韩雨萱 我不懂 难道你一个保安就懂吗 若雪 我本来准备得你做好心理准备 再向你安排一切 我其实 你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 明晚是我妈的寿宁 沈家老夫人的寿宁 整个东省宁流 势必会到场祝寿 我不想在寿宁之前 爆出离婚的丑 等寿宁结束 我们就离婚 沈家刚刚发展物理 还是低调下 那些老牌使家 恐怕不会给沈家面子 若是寿宁过于高 却无人祝寿 沈家会沦为整个东省的效果 更甚至会影响沈家的市场 够了 韩雨萱 你不懂能不能别乱说 我沈家短短五年 就能发展至今 整个东省 多的是想巴结我们的人 至于你 一个保安 有什么资格 对我沈家高谈阔论 想要靠打压我来获取优越感吗 我最看不起的 就是你这种窝囊费 情底之外 难堪打路 沈家在您刻意的资源倾斜下 才刚起步 就想一步登天 实在是可笑 在老派世家眼中 沈家不过是个垃圾 要是没有您在背后守护 早就被瓜分了 沈若雪还妄想这些世家去给沈家祝寿 愚蠢 恐怕明日的寿宴 只有沈家人会去 既然她有面子 那就给她 准备把一订单 向各大事家公开生意 告诉她 我会牵连沈家寿宴 主人 沈若雪那样对您 您还有慌慌 最后一次 以您被影响力 恐怕京城的那些老家 都会赶过来 妈 生日快乐 妈 韩玉轩 我妈今天五十大手 你就送这么一个破蛋糕 蛋糕可是我亲手做的 那也是我的一片心情 在场的宾客 谁送的礼物不是价值百万以上 一个破保安的心意值几个钱 子明 今天是妈的寿宿 算了 钱你别记得说话 妈的寿宴 连个像样的寿宿都拿出来 要我说她这种态度就没资格进来 换上你的保安符 不够该死 行了子明 韩玉轩 你去门口 妈 你让我坐门口 不然 你一个保安 不坐门口守着 还真想入戏的呀 妈 我可是若雪的丈夫 你还有脸提这个 要不是你这本理论 若雪早就嫁入了豪门 也不至于我今天五十大手 现场就来了这么几个人 五年前 沈家只是一切末里 如今虽然崛起 也没有真正得到上流的认可 虽然 还是门口 我听你这意思 沈家有今天 还跟你有关系 沈家的崛起 的确都是我一种推进的 你说什么 韩玉轩 沈家的崛起 可是若雪用五年的时间 势必轻微 轻住心血的结果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 你说是哪 你可真不要你 够了 韩玉轩 今天是我妈的生意 我早就跟你说过 别惹我妈我弟生气 我只是在陈叔市询而已 你要面子 可以的 让你沈家宾客晚 但是你要知道 这面子 我 钱你听到没有 我是真没见过 这么不知羞耻 他一个臭马 要不是我沈家 赏他一口饭吃 他早就饿死 接毒了 现在竟然还说 他能给我沈家 带来满门宾客 真不要 东省冯家家主到 东省朱家家主到 东省蒋家家主到 东省宁家家主到 青龙商会副总赵世聪 带东省商店名流 其冯家 朱家 蒋家 宁家 四家家主 赫沈夫人大寿 赫沈夫人大寿 妈 这朱冯蒋宁四大家族 都是东省一门望族 每一个使礼 都不如我们沈家 他们来给您助手 那全是赵总公 见过赵总 见过四位 今天我沈家 可真是缠门有庆 满怨生辉啊 夫人客气了 我与若雪 是老朋友 这次 正好有空来到东省 带东省名流 为老夫人助舍 韩宇轩 你的宾客呢 妈 赵总在这里 你就不让韩宇轩出丑了 姐 是她自己非要当小丑的 她那个语气 好像这满门的名流宾客 是她请来的一样 这种跳龙小丑带来的宾客 也算是名流 你算个什么东西 别敢辱骂我赵世聪带来的人 难道你想让沈家 得罪海城全会吗 赵总 你别听这疯子胡言乱语 赵总 息怒啊 息怒 韩宇轩 你这么什么意思 要搅光我沈家的机会吗 韩宇轩 能不能别这么无聊 我都跟你说过了 赵总只是我的朋友 你为什么老针对他呢 区区一个父子 还没自备让我针对他 你 我真是后悔嫁给你 韩宇轩 我们离婚吗 沈若雪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意思 这卡里有一千万 签了字 拿了钱 我们好就好 你要想好 沈家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 我也可以随时收回 你简直恬不知耻 不可理喻 韩宇轩 你只不过就是我沈家的一条看门口 那沈家就今天的一切都是你给 要是没有我沈家 你总饿死了 韩宇轩 实话告诉我 今天让你来这儿 就是为了离婚这件事 否则 你怎么会有资格来这里 赶紧把字签了 然后 给我滚出沈家 难怪从我一开始到这里 你们沈家就欺负如我 好 既然你沈若雪 和你们沈家都如此绝静 这离婚邪又急 但是我希望 你别后悔 有我在 后悔的只会是你 赵世聪是吧 你 算他妈个什么东西 给我记好了 我一句话就能灭了 够了 不安一 奥 懦弱 一事无成 韩宇轩 和你离婚以后 不定能成为 轩宁集团董事长 神动那样的人 绝不可能会后悔 海城山尾轩人 拜尽许行神之后 沈恶轩 将让雨轩当一个伯 他根本不配和雨轩在一起 都五年了 你还是忘不了他 不如就将他带走吧 我去接雨轩回家 好 你经稿 我不能记住你书头 给 这么点钱我看不上 从今天起 你又 盘散 不吃好胆 别好 你本来就不会拿走 我请你分歧 韩宣 别怪我没听行李 你最好拿上这些 以前五年 由我沈家给你口饭吃 现在是从今以后 你与沈家 一刀两断 东省 在乎你平身之处 你连活着都 你沈家这座池塘 本就容不下 韩先生这条真龙 圣经轩宣宁集团 沈总到 你沈家这座池塘 本就容不下 韩先生这条真 我认识我认识 既然你沈家不识太深 沈若雪有眼无中 那我愿意 以集团全部资 公请韩先生 加入轩宁 圣经轩宁集团 就连东省三大家族 也有所多人 怕是为这臭谎安来 圣经轩宁集团 那可是近几年 风光无恋的 顶级财团啊 我苏家的产业链 全部都是由 轩宁集团来控制的呀 据说 连海城商费的万费 都对轩宁集团 竟没万费 我听说 轩宁集团 是值千银 令我们沈家 庞大数倍不值 沈董 您今天特意前来 是为了拜售 你沈家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沈董 亲自来拜售 沈董的话 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等 是为了奉迎新主 以后韩先生 就是我们 轩宁集团的董事长 拜见韩董 韩宇轩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能担任 轩宁集团的董事长 不放肆 区区沈家 也敢对我 轩宁集团的 寒冷无理 韩先生要是 算不了什么 那你沈家 岂不是连 楼椅尘埃都不理 沈董 轩宁集团 一直是我的那边 你也是我 一直敬仰 想要结交的人 认为沈家 有什么得罪了 你轩宁集团的地方 你大可以说出来 不必借这个人 来打压我们沈家 沈若萱 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以我对你们沈家的了解 就算再给你们 十年的时间 你们沈家 也不值得 轩宁集团去这样吧 今晚我来 只是为了 凤引韩先生 造轩宁集团 沈董 既然你看不上我们沈家 那为何 要调查我们沈家 姐 一定是那个臭口 放上了这个 馊福利 而且很有可能 是头目用你的情状 不然他那个穷酸样 去哪种地方 认识这种骚物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对神怒无精 你敢打我 你再打不云乱云 我灭了你沈家 我沈家在东省盘行 你轩宁集团再厉害 也只不过是在圣经 强龙不压地头蛇 你凭什么灭得了我沈家 那你就好好看着 可是怎么灭了你沈家 你等我沈家一个试试 来你等我看看 住嘴 别敢说话 沈董 他被我惯坏了 还望你见谅 妈 你干嘛先让他说话呀 沈董 我劝你别太过分了 过分 是你弟弟出言不讯在心 别怪我 从今日起 我宣宁集团的一切项目 拒绝与沈家合作 在座的各位 还有谁和沈家交好 都是和我宣宁集团作 沈家好大的威风 连宣宁集团都敢得罪 赵总 是我出家 退场 沈家欺人太甚 我早看不惯了 赵总 你是我朋友 我给你面子 但沈家 待不下去 沈董 我对宣宁一向仰慕 于后还请沈董 对冯家多多关照 沈夫人 以后我蒋家与沈家 再无一切商业往来 好自为之 我等告辞 别 别走啊 诸位 沈董 是我们沈家错了 求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们沈家吧 韩先生 你想怎么处置沈家 沈董 我并不认识你 但是我很早以前 就认识你 别咽了 韩雨萱 我说你怎么有如此底气 原来是因为这个女人 沈小姐 你想说什么 韩雨萱 我和你结婚五年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但是你安地里却抱上了这个女人 并且还用她来打压我沈家 你 太让我恶心了 沈若旭 我看见你在酒店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都肯相信你 你却不相信我 沈家连整个集团都愿意交给你 你跟我装 你不认识她 既然你不敢信任她 那你就怎么也做 反正 我们已经认识 沈小姐 我还要多谢你对韩先生的打烂 否则 我还吃不住 该怎么带走这么一个月的集团 一事无成 只不躲在女人背后的 我沈若旭根本没兴趣 我查理 是我最后最正的 还有沈董 我要提醒你 你倾注心血的轩宁集团 若是交给她 定然会混蛋 轩宁集团对我来说 远远比不上韩先生半骨 纵然 真毁在韩先生手中 也是我自信 你真是疯了 五年了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韩与萱 他就是个只会靠女人的窝囊费 过去是我 现在是你 我劝你最好想清楚 轩宁集团虽然算不败 但与你沈家相比 仍旧是旁边的大力 那我想问你 沈若旭 你又有什么资 来教训你 我可看人的眼光 可没你这么亲密 另外 轩宁集团 现在是韩先生的名 以你现在的地位 还不足以轻辱 攻陵韩先生 沈董 话不能这么说 沈家确实不如轩宁集团 但我与龙门门主乃是至交好友 今夜 为沈家带来了与龙门合作的机会 价值百亿 圣经龙门 那个是天下权势之术 供世界命脉 尤其是那位龙门的主人 更是一代传奇 是的嘛 龙门的主人才是真正的传奇 你是我内心中最憧憬的人 百亿 不是八百亿 你说什么 今晚我本来让龙门问若随 准备了三重好礼 八百亿订单 只是价值最少的寿礼 因为我从没记得 有你这么一号大言不辞的好友 我该不会理解错了吧 你的意思 莫非你就是那位龙门的主人 万人之上的传奇 不错 我就是龙门主 精彩啊 精彩啊 精彩 臭宝安 你竟敢冒充龙门门主 你方才说的话 我已经录音下了 一旦让龙门知道你冒充龙门门主 就算是薛宁集团 也保护住 你们不用怕薛宁集团 我背后站着 是青龙三会的前正宗前妇会者 那位可是真正见过龙门门 等他到 这口东西自然会先 沈大董事长 没想到吧 你注定保了一个你根本无助的 妈 不用怕 我没有赵总 赵总 多谢你了 以我和若雪的关系 应该的 沈总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劝你最好现在 给刚才走过的所有宾客打电话 收回对沈家的打压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尽不救 沈总 你觉得我现在 有没有资格做这个窝囊 这个资格 你永远也不赢 你 且不说我相信韩先生 是龙门门主 就算他没事 今晚 我也保护他 沈董 沈董 你好大的底气 你五年 五年呢 就算是一条狗也能养熟了 就你这条白眼王养不熟 可惜我姐对你一片情深呢 你却联合这么一个骚狐狸打压我沈家 你还是个人吗 他刚才不是说 沈家的一切都是他给的吗 只不定 他是利用这位沈董的资源 来养的沈家呢 他要真这么做 也算有点良心 可他偏偏就是个自私自利的窝囊废 只会为自己的利益 你们沈家丑恶的嘴里 我真是见识到了 这五年 是我侠里 韩雨萱 今晚 是你有愧于我沈家 有负于我沈若萱 我有负于你们 五年 我一直在为这个家操劳奔波 而你呢 有手好心 背着我跟别的女人乱狗 现在更是借着别的女人打压我沈家 你说的寿里呢 莫非 这个女人的打压 就是你送给我沈家的寿里 圣经龙门 为沈夫人献上寿里 我说的寿里 到 圣经龙门 青龙商会 为沈夫人奉上寿里 天山白玉石堆 兵种玉桂树一颗 极乐衣服也数 二十套限量纪念钞票 三千万金条 八百购 圣经龙门 这礼物 可怕是要比我们沈家的总资产都要多 这些都是你送的 沈若许 我说 今夜 我要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这些寿里 原本都是你沈家的 沈若许 你现在知道 你辜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沈若许 现在你终于知道 这龙门为什么会选择和你们沈家合作了 你还是觉得 我只是一个一事不成 只不靠女人的累赘吗 雨萱 不 不是这样的 请你不要再被她骗了 骗 这份好礼 是青龙商会所作 跟你韩雨萱有什么关系 和我没有关系 这份好礼 是值百亿 你在我沈家整整五年 白痴白痕 混血等死 只不过是一个看大门的团 你怎么可能能送给这件好礼 你只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废 那 这寿里是谁送的 会不会 是沈总 这些寿里 不仅价值高昂 而且 世间罕有 有价无市 轩宁集团虽然市值千亿 但是也拿不出这样的好礼 在场的诸位 能够拿得起这份好礼的 实有代表青龙商会的我 我就知道 能送出这等好礼 只有我赵总 也对 在场诸位 只有赵总 与青龙商会联系密切 而且还是龙门门主的 至交好友 所以 不可能有人 能送得出这么贵重的礼 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个小逼三 想利用沈董 把描我沈家 像这种狗畜生 你根本不配为人 赵总 我们沈家有你 还真是三生有幸呢 婚人客气了 我跟若雪 是老朋友了 如今他要离婚 是最无依无靠的时候 这些小礼 若是能博他一笑 也是值得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 到了现在 这个臭保安 还敢冒领我的礼物 若雪 我知道 这五年的感情 会有不少 但是你想想 这五年 沈家在你的带领下 都已经崛起了 他为何还是一个保安 只因为他是一个 一心在抱女人的废物 韩萱 五年了 我不想跟你离婚 但是你 实在是太感激 我沈若雪的男人 不应该只是个 会抱女人的窝囊废 好 好一个三生有幸 一个活人一生 一个抱女人的废物 好一个 只会抱女人的废物 沈家 赵家 沈若雪 你们今天还真是 让我大开眼界 放死 看不住我沈家 没有了 大门福音 你在我们沈家 白吃白喝了五年 放上了个狐狸精 赤狸 敢施主 韩萱 不要再无力取闹 无力取闹的是你沈家 是他赵世聪 沈若雪 你从来没有给过我半点分毫的信任 就算现在事实摆在你面前 可是但凡有人一点条 立刻就会去相信他们而不选择相信我 臭不败 你现在立刻跪下 给我妈给我姐 你赵总科都认错 小白我都无不了 滚开 樊先生 已经与沈若雪离婚了 他现在是我宣宁集团的董事者 你是什么身份 敢对他无理 你是什么身份 敢对他无理 好 既然你与沈家已经毫无瓜葛了 现在 请你们立刻离开沈家宴会 我自然是我的 不过 这些寿礼 原本是我为沈家准备的 那现在 我也能收回 寿礼是师平送的 你凭什么收回 做得不做 臭宝啊 你看清楚 这订单上 有龙门的印章 与这礼物清单上的印章是一致的 这印章不但代表了财富 更代表了权势 你 永远也拿不到 就凭你这样的废物 也敢燃起舞的兽力 一张假的定感 也配在我面前训练 一张假的订单 也配在我面前炫耀 我的订单 我们沈家决起的百姨订单 好东西 我给你拼了 放肆 离我薛宁集团董事长远点 黑薛你疯了 撕毁龙门的订单 知道冒犯龙门 是什么样的红果吗 沈董 我确定最好让开 别说你薛宁集团 就算是整个圣经的权贵 也扛不住龙门的怒火 姐 看见 汉宇宣摆明了是要祸害我沈家 你现在还要保护他吗 订单在沈家被撕毁 龙门知道了 必然也会迁怒于沈家 赵总 这狗东西已经和我们沈家没有关系了 臭宝 你怎么这么恶毒啊 订单毁了我沈家的订单 还想要拖累我们沈家 还想要拖累我们沈家 汉宇宣 我竟没想到 你就是这样的人 就因为我跟你离婚 你就要惹怒龙门 我们沈家下水 在你眼里 我就那么不堪了 从来没有想过是这个赵师聪 他才骗你 臭宝 还敢翻腰我一口 来人 我今天 让你走不出这儿 留伤 打断他的四肢 就得放肆 我有证据能证明 韩先生就是龙门门主 沈董 你是铁了心要保证臭宝安了 冒犯龙门的人是你 我手里的证据 足以证明韩先生就是龙门门主 什么 废用 瞎了你的狗眼 本来今天正是龙门的人 杜爷 是 是你吗 杜爷 都不是你镇山府 杜爷因杜爷 不错 昨天晚上 我被东省地下龙门 孙龙带人为主 是韩先生救 就连杜爷见到他 也是恭恭敬敬的 你们又是什么身子 敢对韩先生懂事 现在 谁敢质疑韩先生 是龙门门主 韩真的是龙门门主 这怎么可能啊 赵总说他是龙门门主的好友 不可能没见过呀 况且他已经臭晚 放肆 你敢对龙门门主不计 不敢 现在 到底谁是龙门的罪人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是龙门的门主 赵世聪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 他真的是龙门门主 世聪 他说的是真的 洛璇 他一定是骗你的 不是龙门门主的只脚好友吗 虽然我没有见过他 但是他绝不可能是一个臭门 笑什么 原来世界上还有没见过面的只脚好友 赵总 您可真幽默呀 赵世聪 你一直都在骗我 不可能 赵总怎么可能骗我们 我在青龙商会的工作职位就是赵总给安排的 这一点做不了假 我明白了 这个录音是假的 假的 就凭着这么一份录音 你骗谁呢 我是青龙商会的副总 这个身份做不了假 虽然我没有见过龙门的门主 但是我听过他的声音 绝不可能是一个臭保安 没错 回照一个录音能有多难 别再演了 这龙门门主怎么会在我沈家当一条看门狗呢 沈总 我真不知道他是给你挂了什么迷雾 让你到现在都还在包庇 你们还真是无可救药 就连舵爷的声音都翻遍不出来 东城三大家族到 东城三大家族到 三位家族 你们终于来了 世聪等候已久 三大家族 是东省盘换几个世纪的三大家族吗 据说 他们每一个都抵云身后 三大家族 他们怎么来了 他们 是英文来 韩玉轩 真不要领心你而来 这他们能往自己两贴心 他们明明是因为弱雪而来 弱雪 赶快去招待一下 黄总 徐总 周总 见过沈总 三位 是因为我们沈家而来 沈总说笑了 不是因为沈总 我们还能因为谁啊 此次我们三人特地前来 就是为了给沈夫人拜售 同时呢 也是要祝贺沈家 能够得到龙门的青睐 不错 听闻呢 今晚 龙门将指定沈家为 青龙商会的唯一代理商人 我这先恭喜沈总啊 一飞冲天了 哈哈 那我就敬沈总一杯 三位家主客气了 我 沈家得罪了龙门门主 恒飞痴心妄想 恒飞痴心妄想 什么 沈家得罪了龙门门主 不错 这位正是龙门门主 龙门门主 没想到门主这么年轻啊 今日能够见到龙门门主 实乃三生有幸啊 三大家主 他可不是什么龙门门主 你们可看清楚了 他不过就是沈家的一个坠婿 帮着若雪 在沈家当了五年的臭保安 吞吃等死 像他这样的渣渣 也配帮得上我们龙门 什么 想这种事情 不错 甚至 他还伪造了杜爷的路因 想要做事身 只不过 他没有想到 是龙门门主至较好友 所以 我才没有被他匡骗 若真是如此 那他还真该死啊 臭小子 你敢冒充龙门门主 我腻了吗 哎呦 瞎了你的口眼 韩先生是龙门的人 韩先生是龙门的人 这 杜爷的声音 周总 你不会以为 这个路因 是真的吗 没错 这个 一听就是假的 杜爷 拿东西 镇山 归镇全国 可是这个声音之中 却充斥着惧怕 根本就不是杜爷的声音 倒是差点让这臭小子 给骗了 明明就是证据确凿 你们却有眼无珠 是龙无睹 神道 恕我指引 这录音里面的声音 提到这小子 是龙门门主 没错 他若真是龙门门主 可杜爷为何 称他为先生 却不称他为主人呢 三大家主 舟车劳顿 还要费心 看我们家这笑话 这件事情 要不就这样算了 韩雨萱 今天是我 沈家大喜的日子 你已经不是 我们沈家的人 现在 立刻和他 离开这里 沈总 我们走吧 对了 麻烦你帮我 把这些寿领都带上 韩雨萱 你怎么还 认不清现实呢 这个寿领 是我们沈家的 你要是现在 立刻滚出这里 我还可以放 放过我 是我不会放过你们 不会放过你们 洛雪 你还是太善良了 到了现在 还想给他们一条活路 只可惜 他们今天死定了 且不说 你冒充龙门门主 撕毁龙门订单 刚才 更是伪造 杜元英杜爷的声音 还说什么 不放过我 你还真是不识好歹 万死男子气救 不识好歹的是你吧 那个杜元英的录音 还不至于让我去伪造 厉害呀 厉害 你还真是天不怕 地不怕 这就是赵总所说的 沈家那个废物赘婿 我真是开了眼了 我没有见过如此 着急送死的人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以为他能庇护你吗 三大家族 这是连击手 你以为圣经宣宁 他能抵挡得住吗 三大家族 他们算什么东西 胖子 你知不知道 你想得再说什么 我说 你们算他妈什么东西 你们算他妈什么东西 你们这死活的东西 跟我归下 看我归还不配 你 许家的掌门人 再加我 究竟掌前人 不配 那再加我洪家家主呢 一帮乌合之众 你们三个都算什么东西 还一算 这三位可是东省顶层的权势 他们只要说一句 就可以把你赶入绝境 你非要统合天吗 立刻给他们道歉 就凭他们 好大的口气 我三大家族 在东省盘还了数百年 仅足于万会长和杜业 你一个小人物 我动动嘴 就得让你死一万次 你们三个人加起来 一共就三条命 却想用一万条命陪我 你叫贱命吧 小刀线 这在东省啊 像他这样的硬骨子的贱 还这么多贱 等会儿我叫人把你的手脚打个断时 接着 贱 贱 没错 这在东省啊 地下的龙头 孙明 那是我们哥仨的好哥们 平常咱们在东省啊 瞧瞧那些贱你也没什么意思 你 今儿来一次儿头 还能给咱哥几个找找乐子 还真是蛇属一窝啊 也该让你们去陪陪那个孙明 我们自然会去找孙哥 不过 等我们把你弄散之后 我们就会把你交给孙哥 替我来处理同事 来人 是 住手 他是我轩宁集团董事长 动他 就是和轩宁作对 三位家主 这个臭宝安之所以敢如此嚣张 就是因为绑上了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不错 这个女人是宣宁集团的董事 也不知道 对这个臭宝安说了什么话言巧语 同骗 贴了心的要维护你 以至于 他敢抛弃弱雪 得罪龙门 以至于 他敢抛弃弱雪 得罪龙门 那这小子 还真是瞎了眼啊 这龙门现在这么青睐神狗 十个宣宁集团都比肩不了 你就是沈董是吗 沈董 刚刚从国外回来做生意 你好像还不知道 龙门的厉害吗 你想保他 还没这个资格 不许龙门 宣宁就算在你 那也是一个毫无体力的公价子 我们三大家联手 你信不信半个月之内 就能让你们宣宁破产 沈董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这俗话说的好 强龙不压底 不是吗 更何况 你还不是强龙 交出这个狗东西 不然 我们会对你客气的 你敢 像你这样的女总裁 我们三个不知道 玩了多少个 当然 也不差 这一个 你这条做多端的手 还是别用 你先放手 坏蛋 放开我的手 动手 也该好好整治整治 你个狗东西 竟敢对三大家族动手 三位家主 这个臭宝鞍 已经和若雪离婚了 他已经不是我们沈家的人了 好大的蛋 你个平头老百姓 居然敢对我们动手 来人 我狠狠地收拾他 混蛋 不要先把他折磨得生不如死 然后再把他 随之万端 拦住他们 你三大家族 好大的威风 当真敢对我宣宁集团的 董事长动手 宣宁集团 你宣宁集团在东省 你也得给我低着头 我告诉你 今儿你要是把他交 我放死 要不然连你宣宁集团 一块收拾 放肆 我宣宁集团 市值千亿 你东省三大家族 加起来的现金流 也不过一千五百亿吧 惹及了我们 小心鱼死忘破 那若再加上 我青龙商会的 前副会长呢 那若再加上 我青龙商会的 前副会长呢 前副会长 不错 今天 是沈家和龙门 建立深度合作的日子 我一会 前副会长就会来到这 他要是看到一个臭保安 冒充龙门门主 冒领 龙门礼物 你宣宁集团 执意要保他的话 你说 他会不会把木人 迁怒到你宣宁的身上 钱正宗 一个小小的商会副会长 这就是你最大的倚仗 就算是他来了 不配站在我面前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嚣张的人 潘雨萱 你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小丑 你虽然在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 但是今天就玩大了 你敢动我 今天 谁也保不了你 三位家主 看在我的面子上 今晚的事情 要不就别计较了 神总 你什么意思 神总 你什么意思 一会儿 龙门的高层必要来到药会厅 如果我们这时候大打出手 那等他们来了 看到一地的狼藉 怕是会迁怒于我们 好 我们看在神总的面子 不是不能饶他一句命 好 得跪下来 给他的亲家 没人 三个小偶 不仅如此 给他趴下 把这个瘫 可舔干净 韩雨萱 你看到了 看在我们往日的夫妻情分上 如果你肯跪下来 磕头道歉 我可以动用沈家的势力 保你一条命 这也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情 别再多说了 你无非担心 不就是我会连累到你沈家 现在你都还不肯相信我 一个瞧不起自己丈夫的妻子 有时会觉得让人相信 一个瞧不起自己丈夫的妻子 有什么值得让人相信的 雨萱 你放心 有我在 一定会保住你尊严的 这是无药可救的女生 若雪 你对这对狗男女废什么话 从她一开始进来 做打压什么 打压你 更是在你提出离婚之后 冒领我的寿命 帮着一个女人 来欺你 我你 这样 跟她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臭保安冒充龙门门主 我们就算是弄死她 我相信前副会长也不会怪她 单位家主 不必在手下留情 既然她执意找死 那我今天就成全了她 沈董 最后再奉献你去 最后不要阻拦我 否则 我们连你轩宁集团一起收拾 我看谁敢 雨萱 你放心 有我在 他们谁也动不了你 我沈佑宁 绝不会放弃韩雨萱 我沈佑宁 绝不会放弃韩雨萱 纵然前方是龙潭虎穴 岛山火海 若在路上 能与她一路同行 也不失为一场快语 沈董 你为何如此维护我 以后 都会知道的 轩宁集团 誓死雨萱先生 共进退 轩宁集团 誓死雨萱 安动神动 共进退 沈佑宁 等一下 你刚刚 说你叫什么 你到底是谁 沈夫人 你终于想起来 没错 我就是五年前 被你沈家 赶出家门的沈佑宁 也是 你的妹 好啊沈佑宁 果然是你这个贱人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你一直 直说打压我沈家 因为从一开始 就是来报复她 报复 没错赵总 你有所不知 五年前我把这个贱种 赶出沈家 赶出我吧 她对我沈家 是一肚子怨气 现在不知道 咱俩什么口识 改头换妙 换的不一样 口真呢 她就是来报复的 她就是来报复的 你沈家 你还真就没放在眼里过 我还要多谢你 当初把我赶出了沈家 否则留在沈家 才是当真 断了我的生路 你少在这装了 我说你怎么 非要帮这个坠讯 说到底 不过是要找理由 和我们沈家 女死网魄 同归于尽 我说呢 她这样的窝囊妃 怎么能抱伤 你这样的女人 韩雨萱 你还没看明白吗 你 被她给利用了 利用 不错 不错 这个女人 姑且可以算是我以前的妹妹 她不受沈家的待见 五年前便被我们沈家赶出了家门 如今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获得了现在的权势地位 所以才回来复仇 她如此护着 不惜自降身份和你乱搞 就是为了今天让我们沈家下不来台 给我们沈家难看 沈佑宁我告诉你 你打错主意了 这个狗东西是被我们沈家赶出去的 即使是你勾引了她 对若许也造成不了一点伤害 小姨子勾引起伏 沈佑宁 你还真不要脸 沈若许 你太看了几字经 你沈家对我来说 根本什么都算不错 今天我只为了雨萱 你小张算 韩雨萱 我奉劝你 如果你现在离开她来和我闹起 我可以尽量保住你性能 甚至可以保住你的尊严 但如果你继续留在她的身边 等一会儿 她一定会甩掉你 到时候你 生不如死 沈若许你闭嘴 雨萱 你别听她的 我真的是为了你才会来的 亏我之前还一直以 萱宁集团做我的目标 对你也是万般的敬礼 没想到你沈佑宁背地里 居然是这么一个阴仙小人 你以为她是什么好东西 她跟她那个表子母亲一样 都是天生的建筑 你们也不想一想 五年前她才十七岁 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 她竟然存在万能不宁 创立了圣经宣宁集团 这样一个庞然大夫 尽凭她自己 可没 逼我看呀 她跟这个东西一样 这五年来 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个男人呢 闭上你的臭嘴 你还没有资格在这说佑宁 你个狗东西 竟然敢打我 犯了你了 韩萱 所以你最后还是想去这个女人 有什么问题 自始至终 佑宁一直选择信任 而你呢 你带给我的只有猜忌和怀疑 你太让我失望了 是你自始至终 都在让我失望 对 没记错的话 沈小姐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没有资格管我的事情 那我呢 那我呢 我呢 不错 我是龙门麾下 青龙商会的副总 我的父亲 是青龙商会总会长 玉玲珑 最信赖的属相 而我 是那位龙门门主 传奇至尊的至交好友 你呢 一个赵宝安 敢对我龙门的合作伙伴 沈家出言不逊 冒领我们寿力 冒充龙门门主 伪造杜爷的路因 得罪三大家族 甚至 还敢在地宴会厅上 大打出事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让你死无测身之地 赵总真是显赫 竟然是那位龙门门主的 至交好友 那是 那位龙门门主 可谓是真正的权势滔天 万人之上 冒死他 这小子死定了这样 神迹天动 学队饶不了他 这场闹剧 应该结束了 这场闹剧 应该结束了 我知道 是唯一一个 是唯一一个胆敢孤身一人 叫嚣底流权费的 既然你想和整个东省为敌 那我就成全 来人 给我打断他的腿 我倒想看看 胆敢和整个东省为敌的骨头 能不能跪下 出手 海城上官万会找到 出手 海城上官万会找到 万春流总会来 我不知道 海城定了几个 仅次运动员医 正好借这个机会 一起结交一下 谭雨萱 沈又宁 既然万会长 那这场闹剧 该结束 沈又宁 如果你现在收手 还有晚会的骨 你是怕我们得罪了万会者 连累了你沈家吗 不知好歹 你也要一一孤行 一一孤行的 一直都是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懂得珍惜 万会长 万会长 你怎么来了 万会长也是来给 沈家清贺的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今晚的寿业中心的 寄来了两个建筑 你们才是建筑 你们才是建筑 这 孔总 这万会长当面 怎能说如此粗鄙之语 万会长 是这样 今天这里 有两个自寻死路的 我本性 不敢劳烦 万会长 您过问 对 万会长 那女的还不错 等会儿我们把她 能料理吧 到时候那女的 您先想要 放肆 万会长 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 开 财情商会 万春流 拜见神董 财神董 财神董 这怎么回事 这这 区区的宣宁集团 为什么会让万会长 如此的敬畏 难道说这小子 真的跟龙门有关 不可能 一个臭宝安难 我这个字 妈 我知道 一定是那个建筑 说不好 他就是万春流的老伤 你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万春流来迟 神董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若是神董 少了一根头发 我纵然是 青旗海城烧毁 会不会放过 你们终战的 任何一个人 妈 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你说你跟他说说 万会长 您看清楚啊 今天在这 只有我们沈家 是这寿宴上的唯一主角 深夜道风 不是为了参加我的寿宴 而是为了这个贱人 妈 妈没事吧 你才是贱人 万会长 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 打我们沈家的脸 谈好你的嘴 神董与我有恩 你不敬他 就是不敬我 贱不住嘴 我灭了你们沈家 万会长 我敬你是个人物 但是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我的就是你们 不计人情 自私自利的沈家 万会长 你终于来了 他们这些人 欺压神董 还要灭了我宣宁集团 今天 我看谁敢 沈董 请坐 这位韩先生 现在才是宣宁集团的董事长 韩董 请坐 今夜 我既不是这沈家人 也并未奉上寿礼 我又如何可坐 您是 宣宁集团的董事长 这种粗卑的地方 您能坐 是他们的荣幸 好 那我就确实不恭了 今夜 得罪韩董和沈董的人 我会一一起算 万会长 你搞错了 只不过是两个建筑 您为何如此器重 来人 让他闭嘴 万会长 岂敢如此欺压我沈家 这个女人 她明明是我的妹妹 却和我的前夫搞在一起 更是借着我的前夫来打压我们沈家 你却不分黑白助纣为虐 沈小姐 注意你的言辞 早在五年前 我就被你逐出了沈家 而至于韩先生 也在刚刚与你们婚了 沈又宁 你就是为了报复我们沈家而来 你们若之前没有搞在一起 又怎么可能会是这 我再说一步 你沈家 根本不值得我报复 再敢大放厥词 我连你一起打 我 当年 海城商会兵铃破产 是沈董 拿出三百亿 投资海城 挽救海城商会 你们这帮混账 凭着海城商会敛残 如今 却连起手来 想覆灭 沈董回家的宣宁集团 你们还算个人吗 今天 在这里得罪沈董的 我万春流 一个都不会放过 万会长 今晚之事 完全是个误会啊 对 对 是 这说到底 是他们沈家的家事 我们仨来的时候 就没打算拆合这些 你刚才大言不惭 说我这个贱人的事 可不像现在这种态 不错 万会长 他刚刚还想侵活沈董呢 周大海你信不信 不能把你们周家 从东西成名 万会长 今晚这事确实是误会啊 沈董 韩董 刚才 我许文山行事不周 我愿意赔礼道歉 若是二位有什么要求 大可以提出来 东省许家 全力满足 绝无二话 洪少泽 洪少泽 给两位赔罪了 东省洪家 也愿意满足 两位的一切要求 你这是忘记 刚才我动手 打你的事情 是我最该万死 不计不计 你洪家的确做了多端 该灭 汉总 您这会说笑啊 我可没有跟您说 不止你洪家 许家 周家 这让霸道的权豪 同样改灭 韩云轩 你听不懂 你在说些什么 怎么 三大家族是 东省的底部权 就算是万会长 也不敢逼迫他们太紧 你要让他们复灭 那又如何 你 你能不能认清你自己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是个爆发户 让人恶心 爆发户 随你怎么想 沈若寻 我劝你闭嘴 你沈家才是 真正的爆发户 目光想爱 气急低利 根本不配 与我轩宁集团的 韩董说话 沈若寻 你不必假惺惺的 维护他 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真正保护他的 只有五 你不过就是想抢走 来打压我 可惜 你的算盘算出 像他这样 悟空一切 自以为是你来的 就算是被抢走了 我也不会有丝毫心 反倒是你 放容他这么逼过三大家 他也火上身了 三大家族 一群蚤蚁罢了 韩先生 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 你妈的个臭保安 要是没有万会长 你他妈就这件臭臭 韩先生 你若只是开玩笑 那这件事情也就算了 今晚的确是三大家族 有失敬 没罪是应该的 带你朔将灭死三大家 那又如何 叫你先生 那是给万会长面子 你还真拿自己 当板算了吗 我告诉你 做人刘一线 日后报相见 你若迟意将事情做绝 最后死的人 只会是你自己 云山 重影的言辞 万会长 我敬你 给你面子 我愿意拿出 三重的骨盆 给到轩宁集团 平息此事 但是他 这小子又算什么东西 万会长 你是知道 这么多年 我们经营无益 拿出三成骨盆 已经是我们的极限 再多 就伤惊动骨了 罢了罢了 三成就三成 就当我中国人在了 沈董 你觉得呢 我听雨萱的 你们刚才 这都没有听清楚 我说了 三大家族 还灭 韩雨萱 真是无药可救 妈的 你个臭宝案 有人 你别以为经验 有万会长给你撑腰 我就怕你 这三成我给的是万会长 为什么问你什么事 不错 我们是给万会长面子 你又算什么东西 也想负命 我三大家族 万会长 你真的想帮这小子 跟我们对抗到底吗 沈董 你的意思呢 你没听到 刚刚雨萱的话吗 你们 交出全部股份吗 不错 东省的任何一个商会 都不会与你三人合作 温春流 你未免再出份了 万会长 久仰大名 但是今日之罪责 不在三大家族 而在他 你要是执意包庇他的话 只怕 连海城商会 也会被连累 你是谁 在下不才 龙门麾下 青龙商会副总 青龙集团门下林里 有很多位副总 你又是哪一个 你陪在这里 教我做事 万会长 你这话 我也没有些副总 你闻了 龙门 我自然尊敬 但是 你区区一个副总 代表不了龙门吧 我代表不了龙门的话 那钱副会长呢 钱政宗 不错 我今日来到沈家 就是钱副会长派来的 与沈家 建立深度合作交流的 这件事情 更是龙门门主 亲自发布的命令 而这个人 冒充龙门门主 已经是犯了死罪 你确定 要包庇的 废了 笑了你的狗眼子 算是陈龙门的人 万会长 你听到了 这个是杜爷的录音 韩先生本身就是龙门门主 何须冒 韩诺儿 此话当真 当这个屁 臭蛮 在我沈家当了整整五年的看门狗 他要是龙门门主 老子就是玉皇八弟 万会长 我劝你想清楚 冒充龙门门主的罪责 海城商会可承担不起 是啊万会长 沈又宁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 就是为了报复我们沈家而来 您没有必要给他们用点水 复仇 复仇 万会长 这个贱人和我沈家有仇 五年前他就被逐出了沈家 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阴谋手段 竟然让他成了点技术 所以他特意到我的寿宴上 打开我沈家 现在他居然敢对三大家族动手 简直是丧心病狂 不错 三大家族是海城商业的中流族 若三大家族被遇 那海城经济就会被我牵挡 更不要说 以三大家族的底润 海城商会若强行让他们复仇 自身也一定会被遇到重复 这个贱人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恨 他不只恨沈家 更恨这座城 他想让这座城都被他一手摧毁 沈夫人说的对 万会长 你可要三思 我还真是佩服你们的想象力 一件简单的事情 能被你们想得这么负责 沈家在我眼里 从来就是犹如蜂蜢一般的存在 强而覆灭你 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 但三大家族不是 你今日一定是事先知道 三大家族会来我沈家住 所以才想借万会长之手来打压三大家族 要灭三大是家的 从来都不是小六女 而是我 韩雨萱 你 韩雨萱 你以为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是真正属于你 你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那位龙门民族 这事实一直都摆在你面前 是你自己不相信 你为什么还在做梦啊 我承认 你刚刚的样子 的确有几个人 替你东省 让三大家族低头 就好像 我曾经选中的男人 真的是个优秀人 你也配得上我沈家坠续的身份 可惜 是你沈家配不上我 够了 韩雨萱 可能我说的话你听了会不太舒服 但是我说的 都是事实 你现在力压东省的权贵富豪 可那又怎样 靠的从来就不是你自己 而是女人 以前你是靠我 现在 你是靠她 更何况 我以前是对你有过真心的 而她呢 从头到尾对你都只有欺骗跟利用 怎么就还是不清醒呢 沈若萱你住嘴 你别以为人人都像你那样内心阴暗 内心阴暗的是你 凭什么抢别人的老公 沈若萱 你还能再不要脸一点吗 韩雨萱跟你在一起五年了 这五年的暗中扶持 五年的歇心照顾 换来 确实你沈家的逼迫打压 是你沈若萱的一纸离婚协议 是一句句辱骂 一声都怀疑 这样的沈家 这样的沈若萱 有什么资格得到这么优秀的韩雨萱 既然你不要 那我也有权利追求我想要的幸福 这个也叫巧了 别装了沈若萱 若不是蓄谋已久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韩雨萱的消息 又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我沈家的消息呢 不错 你是圣经萱宁的董事长 而他 只不过是一个臭保安 他要是对你没有利用价值的话 你别这么喜欢他 既然你知道我是圣经萱宁赌制者 那我也想问你 你知道萱宁这两个字代表着什么吗 我怎么会知道 韩雨萱 沈若萱 这个 就是萱宁集团的意义 你们可以去调查 萱宁集团最初创立是在五年前 而那个时候 韩雨萱和沈若萱 还没有解决 不若真想利用 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 就想好了去利用 怎么不可能 像你这种人 心思缜密 阴谋诡计 层出不断 能做出这样的事 又有什么奇怪的 你跟你那个婊子母亲一样 从来都不想着靠自己 完完全全的想靠着男人 若不是这一次 五年前 沈家家主也不会被你气死 你 别 别嘴 妈 别以为我不知道 五年前那件事情的真相 真相 不错 五年前 就是这个女人 为了争权夺利 活活地亲死了沈家家主 而且 逼走了沈董的母亲 这件事 沈董一直并未追究 你有什么证据 别说我血口喷人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 你心里自己倾听 只有你这种心里阴暗的小人 才会处处 把别人往怀里抢 不知道沈董为何对我如此 但是 怕最起码不向你沈若雪 无情无义 自私自利 始终 不会相信自己的轻人 而须相信一个外人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你 不过就是那个被小人所利用的儿子 沈萱 你简直愚不可及 小子 这哪有你说话子 刚才你冒犯龙门门主的账 我还没跟你算 你现在看起来 倒还真有几分大人物的样子 可惜呀 假的终归是假的 假的就是假的 也的确 我们 也是应该算 你冒领我受 你们这部账 臭小子 到了现在你还敢装 我实话告诉你 刚才我已经得到消息 杜爷 马上就会到 到时候 你的这些雕虫小技 就会不攻自破 杜爷也要来 杜爷坐镇东神 怎么突然间才到了海城 那这小子 真的是龙门门主啊 若雪 要跟龙门建立深度合作 父爷 当然会到达现场 至于龙门门主 我刚才已经说过 我是龙门门主的这交好影子 这个臭保安 绝不可能是那位传奇之尊 万会上你是一个聪明人 我相信是真是假 你心里一定很清楚 你要是现在和这两个人撇清关系 这件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 别说是这一对狗男女 就算是你们海行商会 也要毁于一旦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是可以这么提 祖元英为谁而来 暂且不提 但是在他来之前 我一定能灭了你 这个不敬神的恶徒 给我拿下 废了他 喂 陈流 你敢得罪龙门 一个恶徒 不配代表龙门 你给我拿下 住手 干什么 万春流 你逼迫我三大家族 还想一举覆灭我们 那我们自然也会反抗 没错 万春流 今晚 应该覆灭的是你海城商会 合罪了龙门 合罪了赵国 万春流 你得死 蹲着老东西费什么话 咱们替他们 结果到头来呢 还不如个比足之金 我这是瞎的眼 扶持你们这种小人崛起 万春流今日 就灭我三大家族 甚至不惜得罪龙门 就为了帮这个臭婆安 还有一个下贱的野主 凡是东省的权贵 以后 谁还敢任他海城商会 主位 和我一起拿下万春流 说得没错 要是不是这老东西 老子早就在东省 作威作脱了 今天他敢灭三大家族 明天就敢灭我们 我愿意祝三大家族 回反海城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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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杜元英作镇的东西 还真是养出了一帮鱼肉百姓 建立妄议的小人 你们终究是会自己走向灭亡 自取灭亡的心里这个臭法案 赵总 反了 锦儿连三的在我的宴会上 大打出手 哪里是兽业 这简直是丧业 狗东西 能打是吧 我看您能打几个 你们真敢对我动手 乖尔会长 我们本来不想对你动手 可是一部分青红皂白的 要置我们三大家族于死地 置整个东省的利益而不顾 休怪我们 我强了 不错 这件事我们可以大事化小 但是你得交出这两个建筑 同时以后海城商会收益的七成 要让给我们三大家族 你们简直是烦了 我万春流真的瞎了眼 竟然没有早点认出你们这帮白眼狼 王会长 想瞎眼啊 那成 一会儿我就先把你演进去 瞎 好 韩允轩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满意了 如果不是你目中无人 不是你被他给利用了 事情会到现在下不来台吗 下不了台的是你水家 是他教室头 是这三个鱼肉百姓的畜生 好 说得好 我看看待会儿谁下不了台 谁变畜生 柳尚 退下 退下 我们先把他弄残了 然后就轮到你了 啊 你想让我们现在就把你沦落吗 放肆 杜元英马上就到 你们赶在这里大大出手 杜元来了 也是为我们站台 杜元英没有怎样 没错 我们和杜元的关系 我一定没收 我万春流 在东省纵横数十年 也有一些人脉 今天 若是我在这里出事 你们沈家 还有你们三大家族 就算龙门也保不了你们 都可我退开 既然你们不欢迎 我们还成商会 那么从此 我们就一刀两断 各奔前程 从此 我们再无瓜葛 杜元 我们走 万春流 你可以走 但是他们 不能走 今天之所以会倒成这个样子 全是因为这对狗男女 他们 必须要为此负责 今天 神灯我保定 我看谁敢拦 好 你万春流 威风八面 我赵世聪惹不起 宣宁集团的沈董 既然对你海城商会有恩 你要保他 我也可以 当作没有发生 但是他 一个臭保安 不进沈家 冒犯龙门 今天 他必须死 他本来就是龙门门体 沈小姐 你还是别再为他掩饰了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他跟龙门有一点关系 杜爷 也会卖他一个面子 可是 他竟然冒出龙门门主 就算是杜爷来了 也得让他死 其实我们今天 谁都没有想要为难沈小姐 沈小姐是否为了报复而来 那也是你们和沈家的私事 但是 今天这个臭保安 他必须死 不非 沈董能够堵住我们在场 所有人的嘴 沈又宁 又宁姐 想让我忘记此事很简单 恰巧我谈了一个女朋友 你作为姐姐 送我一套其乐一品的别墅 不过 沈又宁 一套别墅怎么够 好歹来说 我沈家也是上女家 紫明交女朋友 你怎么着也得送十套 不仅如此 还得承接各种婚礼大小事宜 礼金 与方房车 直到紫明满意为止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还有什么要求 毕竟之前我们也是一家人 今天是我的寿宴 你作为晚辈 是不是得拿点寿宁出 多少钱 八百一 沈夫人 左人留一线 今日你得罪我海城伤会太狠 就不怕日后遭报应吗 报应 笑我 你刚刚得罪我沈家的时候 怎么不怕遭报应啊 何况 这八百亿不止给我 我会拿出三百亿分给赵族 分给三大家族 分给在场的权贵豪强 没错 万臣刘 你现在知道 左人留一线的道理 刚刚逼我们三大家族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吧 要我们交出八百亿 要我们就留下这个臭宝啊 我答应 沈夫 轩宁集团市值不过千亿 一下就拿出八百亿 轩宁集团必定会崩溃 为了他 值得 早在五年前 我第一次见到雨薰的时候 就已经爱上 那他 就算付出整个轩宁又如何 五年前 你救了他的性命 还也没有灵情 转头就娶了你的姐姐水若雪 你又何必这么执着呢 你在说什么 五年前他救了谁 狗东西 既然事已至此 我也不怕告诉你 五年前 就是这个贱人救了你 他说的是真的吗 不错 五年前救你的正是沈宁 你买尽了 那你为什么 当年若雪 为了继承沈家 必须得找一个丈夫 才能在商界里正言顺 而你 无依无亢就好仓促 只不过是一个 可以被随时踢开的傀儡而已 也并非是如此 正如你所说 很招呼 所以我现在才跟你留 不是 早在三年前我就已经跟你留 所以 这五年来你一直只是把我当保姆 你可以这么理解 沈若雪 你比我想象的更加无耻 我被赶出沈家 一无所有 自问配不上雨萱 而那时你又对雨萱很好 我才会主动退出将她让给你 但是我没想到 你竟然抱有这样的目的 早知如此 我绝对不会将她让你 所以 这就是你勾引我前夫的理由 不错 我回来以后 看到你们沈家 居然让雨萱去当一个保安 从那时起 我就知道 你们沈家 根本不配拥有雨萱 也是从那时起 我下定决心 要将雨萱从沈家带走 只是我没想到 你沈若雪 比我想象中的 更加绝情 更加无耻 更加无可救药 那我能怎么办 她就是个窝脑费 从来行李做饭 我还能让她做什么 你 其实我对她并没有更行 只是我想要 她给我 甚至这五年 我都是被她给拖累的 被我给拖累了 不错 论能力 我不比沈幽宁差 但是她在这五年间 白手起家 建起了一个 市值千亿的集团 只能说 我是被你给拖累了 是因为有我安中 服侍你们沈家 你们哪来的千亿资产 你们早在五年前 就灰飞一面了 臭宝安 你能抓到现在 也算是一种能力了 只可惜 你今天就算收出花了 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拿钱 或者 交出韩雨萱 拿着钱 滚 早这样不就得了 钱吧 姐 沈幽宁 我现在相信 你不是为了复仇而来 我也相信 你是真的爱 可是 你不要被她假乡给骗了 她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废物 一事无成的温脑废 她根本就不能算是个男人 为了她 值得吗 沈若雪 你我地位不懂 层次不同 看人的眼光也不同 我看上的人 一定不会错误 既然你沈若雪不懂得珍惜 那就让我来 只希望你以后 别后悔 后悔 为了她后悔 不止 难道 你真的相信 她是龙门门主 无论她是不是龙门门主 我看上的人 一定不会错误 就算韩雨萱 她今天引过洛鲁 那她也是一条 腾飞而起的真龙 至于你们审着 这种自私自利 利益熏熏的家族 迟早会引过上身 苍云颠坠落 跌入嘴 谁有你啊 我承认 你确实有能力 你可以白手起家 更能得到海城商业的支持 那又怎样呢 我们沈家 现在也得到了龙门的认可 虽然现在不急 但是我相信 不出几日 我们沈家 也必会飞黄腾达 凌驾于你之上 今晚的事情 我沈若雪记住 你记住了又如何 就算今天你 只要雨萱和我还在 我们一样可以重新白手起家 你少在这废 你什么意思 你还不配染纸 老龙的字 臭保安 给脸不要脸 给我上 为了他的自知 谁敢 沈夫人 我倒想劝你胃口小一点 这位先生 我替沈冬猛了 你们沈家若是太过分 今后在海城 将无你的立足之定 万会长 你好大的威风 你海城商会固然厉害 但是今天沈家 有这八百亿 再加上我青龙商会的鼎力相助 假以时日 必定会超过你海城商会 而他 一个臭保安 不禁沈家冒犯龙门 在场的所有权贵都看在眼里 你要是保他 只会自身难保 不错 你万会长固然是厉害 但是这小子 他得罪了沈家冒犯了龙门 之后 必会过万 小心萤火自焚 万会长 萤火自焚的 性难 青眼都无需我亲自动手 等到杜元英到了之后 一切 真相大白 这些欺压平民 鱼肉百姓的畜生 青眼一个都跑不离 臭 算什么东西 还敢恐吓我们 你真以为自己是龙门门主 赵总是什么人 那可是青龙商会的高层 难道 他不认识龙门门主吗 既然 你知道杜爷要的 那就让你的神董 赶紧把钱交了 否则 等我杜爷到了 就罢了 沈佑宁 我劝你让这个看门狗 赶紧骨蛋 要不然他就会把你们 全部拖下水 万会长 像平日 我还可以让你 但是今天涉及八百 有了这笔钱 再加上龙门和赵总的相助 我沈家不惧 小美人 我劝你还是 最好把他八百一交出来 让给我们 合作共鸣 总比 你死宝这个废物强 快 根本远点 说了 那你们还不配 宇轩 我知道了 韩宇轩 我保定 这八百一订单 你们也别想要 我沈佑宁 从不受人胁迫 大不了于死往迫 玉石俱焚 你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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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宇轩 忘了我沈家这五年 让你白吃白喝 让我的宝贝女儿嫁给你 今日你却送用一个外人 回我沈家良机 你个狼心狗肺的臭伤 你知道我沈族喜欢你吗 你就是这么好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奸夫淫妇 你们与我沈家有仇 所以就想打击报复我沈家 我告诉你们 你们算错了 赵总 你可得帮我们呀 放心 为了洛雪 我会必有沈家 不会放过这一对狗男女 谢谢赵总 你说 沈家的一切 都是你这五年 暗中扶持的成绩 你说 这龙门的寿宴 是你带来 你说 你就是龙门门主 好啊 我今天就让你这个所谓的龙门门主 沦为奴役 今晚 我以青龙商会副总的身份 号召诸位 下达通报 召告全国 让这个臭宝案 从无亲 决势无助 将其逼入绝落 断其生死 从今以后 就只能沦为一个臭乞丐 这狗东西 隐形低劣 目中无人 内心灰暗 我愿同赵总 你自灭了他 灭了他 赵总 灭了他 岂不是太便宜了他 他敢打我 我就把他的四肢弄断 然后让他跪下 天天天使 东省洪家 富翼赵总 东省许家 富翼赵总 天明 这下你认清楚 你和我们这种 豪门之间的差距吗 青龙山会发出诏令 又有三大家族复议 这在全国 也是绝无仅有的大事啊 这小子 完了 我无家 愿复议 臣家复议 国家复议 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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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董 今天晚上 可不只有这个臭小子 会生不如死 都胜到所有权贵 都会联合起来 抵制宣宁集团 今晚之后 即使你不交出这八百亿 宣宁集团 也一样会死 非要找死 现在完蛋了吧 姐 幸福你今天跟他离婚了 不然我们沈家 一定会被他拖累死 韩宇轩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三分钟 什么 红之图原因 三分钟之内 给我滚到 沈家宴会听 他来看看 他这个东省镇山火 到底镇的是些什么东西 你 真是无药可救 亏我还念在往日夫妻情分上 想着帮帮你 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可你 还活在自己的世界 你能演到现在 我佩佩 但是今夜之后 我会打断你的四肢 让你受尽整 把你扔在街道上 生不如死 以后 你连保安也做不了 就只能当一个臭乞丐 到那个时候 我倒想看看 还怎么装得下去 臭乞丐 你完了 赵总 不愧是赵总 果然是威风巴灭 不过赵总 你可别忘了 沈又宁这个小贱人 等到轩宁集团覆灭之后 他也一样不能被放逃 他就应该被卖到桃子里 跟他那个婊子母亲一样 受尽千刀万剐 妈 你 没有资格污论丢 汉萱 你疯了 快放开 这是我妈 好 妈 我放开了 海萱 你个畜生 把我沈家对你这么好 你居然打我吗 放 行 我与你沈家已经恩断义举 不言不屑 无辱又宁 该打 八蛋 我怎么弄死你 好啊 这还是寿宴吗 这简直就是丧宴 赵总 你要为我沈家做主啊 夫人放心 汉宇萱 你果然是一个白眼狼 哲学几次为你说话 没想到 你一点情面也不讲 甚至还对他的家人大打出手 你以为你当了几年臭保安 就没有人打得过你 是吧 罗上 打断他的自治 沈宁集团在此 谁敢 海城商会 愿与沈董共进退 海城商会在此 与沈董共进退 万会长 你这是铁了心了 要跟我龙门作罪 沈董与我有恩 海城商会愿与沈董和韩董共进退 愿与韩先生和沈小姐共进退 潘雨萱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你之所以如此嚣张 就是想当着杜爷的面 扰乱宴会 你以为这样就能破坏 沈家和龙门的合作吗 我告诉你 你的如意算盘 大空了 沈家和龙门的合作 是那位传奇至尊 亲自指定的 即使是杜爷 也无权干预 等到杜爷来到宴会厅 看着你把宴会搅乱成这个样子 他只会杀了你 韩雨萱 我一心都在为你着想 我离婚 是想让你不要一心靠着别人 可是你呢 竟敢如此对我们沈家 你话倒是说得漂亮 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无耻之由 两个大逆不道的畜生 忘我沈家对你们那么好 像他们这种白眼狼 如果以后还能继续在东省横行霸道 那就是我们三大家族的失职 我周大海的东省横行无击这么久 没想到今天还能干一件替天行道的事 留给你们的时间 只剩一分钟 你是说 再有一分钟的时间 杜爷就会来到现场 替你来收拾我们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来人 你们好大的胆子 杜爷 杜爷真来了 公平杜爷大姐 杜爷来了 你给我等着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小子 算你运气差 本来 我想叫人亲自收拾 现在杜爷来了 你只会死个个子 是吗 看我们是木材 不知死活的看门口 韩雨萱 杜爷来了 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经 如果你敢跪下来磕头道歉 我可以尽量再保你 用不头 你就非要撞上南墙吗 韩雨萱 杜爷人死 如果你能在他那里 获得一线生机 那你冒充龙门门主的事情 我可以帮你隐瞒的 你是贪心 我会连累到你沈家吧 你 这五年来 我对你沈家并无半点 被欠 上透了我的心 现在不是你沈家不放过我了 而是我不会放过你 你为什么还是认不清你自己呢 韩雨萱 五年了 你只是一个保安 你也只配做一个保安 是 当初不是我救你 但是如果不是我收留你 你连活着都难 沈若雪 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以我对你沈若雪的了解 你除了自以为是的努力之外 在商业方面 完全就是一片混乱 五年前你一个失误 你差点让沈家直接破产 而即使是在五年后的今天 你在真实能力方面 仍然是一张白纸 像你这样的 如果没有雨萱的扶持 她是真的活着都 她扶持了我什么呀 沈若宁 你不会到现在都还相信 她是那位龙门门主啊 无论雨萱是不是真正的龙门门主 但以她的能力 一定暗中帮你很多 所以就算今天我们失去了一切 只要有她在 我们一样可以东山再起 可惜她再不了了 臭狂敢打我 如今杜云来了 我一定让你生不可死 杜元英 可是我叫来收回寿礼的 你现在还演得下去 好 那我问问你 你说你是龙门门主 以那位传奇的实力 扶持我沈家五年 五年 我沈家早就竟是 全国顶流了 可现在为何才刚刚踏入上了 那是因为你们沈家好高物业 是因为她沈若雪 无能 韩雨萱 你居然说我无能 谈工作能谈到怎么变 你能有什么工作能力 但凡 你能有又您一半的才华 别说跻身全国顶 就算是跻身世界顶流也 并无不可能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你真以为自己是龙门门主 别他妈做梦了 我告诉你 杜爷今天来 当然 是因为这位被龙门门主赏识的赵总 跟你这个臭我还没有半毛钱关系 姐 赵总今天先是为你送来了百亿地带 又促成了沈家 跟龙门的长期合作 今晚就连东省的杜元英 杜爷 也会清零现场为我沈家造势 今夜 我沈家必已成腾龙之相 只有这种人 才配得上是我沈家的成龙快讯 此名过誉了 我和若雪是老朋友 帮他是应该的 反倒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到了现在还不知尽特 若雪要帮他一下 他还毫不理气 我倒是很好奇 今天谁能救你 你个狗东西你给我等着 我马上就 哪儿来的疯女人滚开 杜爷 杜总 杜总 你可以为我们沈家做主 我们沈家出了两个叛逆 这一对狗男女 滚开 哪儿来的疯女人 妈 这什么夫人未免也太重了 杜爷什么神分 也是差等成状的 哎呀 没错呀 沈家还好有沈总在 否则凭沈夫人今天的行为 沈家就算是完蛋了 青龙商会 东省分部赵世聪 见过杜爷 青龙商会 不错 杜爷 久仰大名 未曾一见 你今日来 可怕 也是为了沈家 腾飞之事 沈家 刚才称赵您的 就是沈总的母亲 我妈没事 一场误会 杜爷 您便见怪 杜爷此次前来 想必一定是 入马选车 舟车劳顿 实乃我沈家的荣幸 诸位 请欢迎 不错 各位 东省的全好 还不赶快 欢迎杜爷 驾临沈家 恭迎杜爷 驾临沈家 像杜爷这样大人物 你来为沈家造势 沈家这是要崛起呀 羡慕 羡慕 等一会儿 杜爷知道事情完尾 这冒陵礼物的 看门口 闭死 那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无自量力 确实该死 多谢 四位家主 韩允轩 你看到了 这 就是我沈家 礼约龙门的 今日 我沈家 我沈若许 才是这个宴会上的主角 现在 你还觉得我无脑 是洛起 事到如今 还能说出这种 常我觉得你不但无脑 好 你就这样吧 一会儿你求我的时候 别带上沈若宁 兴许 我还可以再放你 多谢诸位 多谢杜爷 杜爷 方才树诗里 杜爷大驾光临 是我沈家的如性啊 给我住口 你知道你沈家崛起 是因为一个人吗 当然 我家若许 能力过人 才华出众 得到龙门的赏识 所以杜爷因此而来 我们沈家的崛起 全靠着若许 沈若许 他 他还没有资格让我来 我之所以能来 全是因为一段良缘 杜爷说得对 我们沈家能有今天 多亏了赵总的一声题吧 赵总昨日还跟我姐 在宾馆里 促吸长寒品味 人生真谛 赵总跟龙门门主 是至交好友 想必跟你也很相熟吧 青龙烧火一个奔布的副主 他送你什么东西 你敢说是门主的好友 杜爷 我听您这话里面 应该是有语言吧 你 您可行 我猜 杜元英 沈董 杜爷真的来了 我们 真的要和杜爷组队吧 我认定你宣了 好 既然如此 一会儿若是真的动起手来 你和韩兴勒先走 我让人吐了 杜元英 我恐怖了 开路 等会 先别动手 我会替你求情 你是龙龙目的 一定会有转机的 大胆 谁给你的胆子 敢知乎杜爷的名讳 放开 赵总 杜爷 您这是 听不懂话是吗 给我滚开 怎么样 完了完了 小姐 杜爷大怒了 他是龙门直属 不是商界主人 我一定会给万会长面子 要不然我们 杜元英 参见主人 龙门一子 拜见门主 主人 这 这都怎么回事 门主 他难道真是龙门门主 不 不 这不可能 还一个臭保安 怎么可能是那位传心之尊 只是个龙门小 没想到 竟然真的是龙门门主 杜爷 您看错了吧 他只不过是我沈家的一条看门狗 是被逐出家门的罪 放肆 再敢对门主不敬 我灭了你沈家 杜爷 你为什么如此对我们沈家 这个海语圈我是最了解的 他除了看门 他什么都不会 怎么可能是龙门门主呢 沈若雪 龙门门主的身份 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沈家 目中无人 办事嚣张 得罪了无数权贵 你沈若雪无才无能 盲目混沌 若不是主人必要 你早就已经中落过产了 就连这寿业 也使主人亲自下发赵令 为你沈家造势贺寿 否则 你沈家一个不入流的家子 凭什么能有这满堂宾客 你又凭什么能收到龙门的重礼 就凭那个小小的副总 沈若雪 脑子是个好东西 武器 你没有 快站起来 想用你的狗眼 雷先生是龙门的人 现在三位家主 可还质疑着路营的真实性 不敢不敢不敢 我 沈总 我支持 我鼻子 你们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 什么 现在软了 风采 还说 要推翻我海城商会 既然你们三位家主 如此厉害 何不将龙门一起推翻 不不不不 我们之前是 是开玩笑的 对对对 放你来的屁 开玩笑 东省都元英来迟 还请主人责罚 你若是来走了 我还见识不到 你镇压着这个东省的权贵 是有多么的威服 刚才这果我就一直在心 只顾是你这只 东省的镇山虎 就是只恶虎 主人 此事罪则在我 请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个满意的答复 你们是想死吗 你们是想死吗 不不不不敢 举国上下 没人敢惹龙门 只有你们三个 勾胆包天 你们现在不是在找死 你们是在找着 要给自己灭门 杜总 还请杜总 还请门主和神动原谅 我愿意交出全部家产 对对对 我也愿意交出全部家产 有主人给我留条生路 今天的事都是个误会 误会 杜总 这事跟我们无关呢 都是这三个畜生 一直在带头 我们是无辜的 求门主饶命 求神动饶命 求杜总饶命 不要再说这件事情 是一个误会 就算今天是天大的误会 可是你们平日里 鱼肉百姓 欺压平民 自取为权贵豪门的事情 难道也是误会吗 不是 该怎么主持他们 孙龙呢 僵了 那你 还需要问我吗 明白 明白 来人 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对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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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鱼肉百姓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起来这一冲呢 求你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主人 主人 你刚才 已经收拾过我了 求求你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门主 是我许云山 有眼不识太山 还请门主 原谅我 哪怕你打断我四肢 让我做一个永远的废人也好 只求你饶我一命 饶你们一命 是继续放任你们欺压平民 愚弱百姓吗 你们欺压东省百姓的时候 可曾想过饶他们一命 神道 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求你 求你 你刚才一直说我什么 你还记得吗 你刚才一直说我什么 你还记得吗 顾奶奶 你就当我是个屁 把我放了好不好 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滚开 你们刚才 一个让我跪下磕头 一个趴下让我 铁什么 主人 都是我的错 我给主人磕三十个响头 祈求主人能放过我 实在如果无法原谅我的话 再求主人能 给我许家后背一条活路 救主人了 主人 你那鞋瘡了 我给你擦擦 你看 看这 心烦 把这三个畜生 压下去 是 主人饶命啊 饶命啊 主人 这些权贵的家族 该如何组织 无罪过的可以饶恕 平日里 仗势欺人 欺压百姓 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是 那我就把他们 统统沉浆 主人 那这沈家 得如何处置啊 那这沈家 得如何处置啊 姐 我们怎么办 杜爷 您是东省的镇山湖 在东省至高无上 您刚刚说 我们沈家的一切 都是他给的 你还得质疑此事 沈家这五年 明明是我倾注心血 一步一步得来的 他结婚五年 每天游手好闲 浑浑噩噩噩 他就只是个 看大门的臭保安 你凭什么说 我沈家的一切 都是他的 笑话 五年前 五年前你大学 还没毕业吧 你有什么缘 你有什么才能 能够让全国上下的权贵 认可你 能够一步步登上高雅之堂 一步步进入上流社会 沈若雪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嘛 哈哈 好 我们退一万步来讲 你沈若雪 有这个才能 嗯 你有这样 嚣张伐扑的弟弟 还有那个 婚庸无能的母亲 你就永远比不上 东省那些 祖业三代 缠成了百年的豪门士族 若不是主人暗中帮扶 你这个无脑的傻女人 早就会飞烟面了 杜元英 我叫你过来不是让你废话 是 你沈将 额醉门主 通装宣宴集团 其罪当住 你沈将 额醉门主 通装宣宴集团 其罪当住 妈 妈 姐夫 就您姐 妈一直有心脏病 我沈家不管怎样 你收留了你五年 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心脏不好 这么多年 我只知道这位沈夫人脾气不好 女婿 看在和若雪五年夫妻的情分上 这件事情 就这么算了吧 我这个做赵母娘的 求求你了还不行吗 就这么算了 你们刚才 没说就这么算了呀 女婿 我沈家照顾了你五年 养育了幼宁十七年 你们 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你的意思 我都听你的 好 若雪 他是你丈夫 你快去求求他 不然咱们沈家 这真的完了呀 姐夫 不愿宋面看扶面 雨萱 姐夫 不愿宋面看扶面 雨萱 沈小姐 有事吗 你真的是龙门门主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明明应该早点说的 那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 我不会跟你留婚 我说了你就会信吗 沈小姐 你与韩董身份地位都不同 韩董说什么 你听得懂吗 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半句的谎话 可今天我到了这里 你沈家 你沈若雪 一直联合一个外人一直在打压我 我说我是龙门的门主 我说这五年是一直我在安装扶持你们沈家 我说这个受理 是我给你准备的 你们从来没有信过半句 我 雨萱 我错了 现在协议已经毁了 你我重新来过好不好 你还能再有点脸吗 沈若雪 现在协议已经毁了 你我重新来过好不好 你还能再有点脸吗 沈若雪 刚刚 你们沈家 你沈若雪 逼着雨萱签字 现在你说撕毁就撕毁 说无效就无效 你有什么资格 够了沈又娘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跟雨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知道 是你 是你 是你早就勾引了雨萱 她才会跟我离婚 早就勾引 沈若雪 你到现在你还在怀疑我出轨 不是 我只是 沈若雪 你一直都是自以为是 悟空一切 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 无论发生了任何事情 对你来说 都不会做出任何的改变 现在事实都已经摆在你的面积 可是一旦有一个外人 在对你进行一点的挑拨 你立刻就会去怀疑我而去相信他 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不是的 我只是想要 你只是想要地位 全是 想要高高在上 想要万人紧张 想要 想要 想要享受暧昧 想要将我这个臭麻 丛小子 从你们沈家赶出去 这不都是你们沈家一直所追求的 我只是一个丛小子 臭麻 可我想到的 是有你的信任 可你却从来没有给过我 可我想到的 是有你的信任 可你却从来没有给过我 雨萱 我 够了沈老许 你已经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从雨萱讲话了 刚刚 你们沈家 逼着她签字的时候 恩情就已经断绝了 从今往后 雨萱和你们沈家再无半分瓜葛 不 嫌疑已经撕毁了 但是我们还是父亲 是 你凭什么觉得 靠这个东西还能再让我重新爱上你 可我需要一个解释 可我需要向你解释 沈洛书 今日之后 自为之吧 杜元英 我把手礼都收起来 是 安乐你干什么 听不到门主的话吗 沈总 别 别这样 这个是我沈家 崛起的 手礼啊 姐夫 姐夫 我求求你 求求你饶了我们沈家吧 姐夫 你沈家崛起不了 今日起 龙门给沈家的一切特权 一切优待 全部收回 既然沈洛书觉得凭借自己 也能走到如今的地步 那我就成全他 道师聪 该你了 道师聪 该你了 该你了 门主 这 这是一个误会 误会啊 误会 你自诩为龙门的使者 霸占我手里的这件事情是个误会 大胆 超总 门主 住人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帮手沈家 是我 是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您就看那全副会长 和我父亲的份上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饶你一命自无不可 可是超总 你刚才自己说过的话 可要自己做的 我 我说过的话 我记得你说过 要让我沦为奴隶 让我 举目无亲 指示无助 还说 要将我赶上绝路 让我生不如死 沦为一个乞丐 哦 你还说 要将宣宁集团覆灭 看来 看来 你整个赵家 都要陪你一起当乞丐了 看来 你整个赵家 都要陪你一起当乞丐了 来人 杨赵师聪 四肢打断 扔到街上 成为乞丐 沿街乞讨 存为奴役 主人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请楼山会副会长 前正宗到 公主沈夫人 五十大寿 公主沈家 成为我龙门的合作伙伴 前副会长 你 你是来拜兽的 沈夫人 这 这兽业厅里 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这东省的权贵都去哪呢 赵总师 是您派来的 不错 到是松塔去了 前副会长 您救救我 救救我 怎么回事 我 我得罪了龙门门主 什么 得罪了龙门门主 放肆 我得罪龙门门主 其罪当主 别说是我 就是御灵龙玉会长来了 也救不了你 别说是我 就是御灵龙玉会长来了 也救不了你 我 我这也是奉您的安排 来给沈家提前祝贺的 可我没有想到 门主 他竟然是沈家的坠叙 还在沈家当了五年的保安 放肆 门主怎么可能是沈家的坠叙 快到了五年的保安 你在说什么胡啊 那他是怎么回事 你说你是龙门门主 前正中 见了门主 还不下跪 你说这小子是龙门门主 放肆 前副会长 怎么可能不认识龙门门主 好歹也是青龙山会的副会长 这位可不在度业之下 难道 还真是冒充的 吴远英 你在说什么谎话 主人现在正在圣经 参加我龙门五年一度的龙门董事会 那些世界豪门的权贵 正准备了海天圣夜招待主人 就算龙门与沈家有合作事业 那也不过千亿了解 怎么可能会惊动得了主人 龙门董事会 知道了 龙门董事会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前副会长 这个女人是沈家五年前的弃女 她今日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报复沈家 杜元英和万春流也是她找来的 那目的恐怕就是将贪托龙门的无价受礼 没错 一定是这样 她要真是龙门门主 为何在我沈家足足五年 我没有一点感受 没想到你如此狠毒 是啊 我说这个剑 竟然能找来万春流和杜元英 估计也就是仗着她那几分 放肆 你们沈家想找死吗 杜元英 你背叛龙门 找死的是你 快把龙门送给我沈家的礼物还回来 臭笔 臭笔是主人送给你的 想收回就 你沈家是什么沈的 竟然这样跟我说话 杜元英 沈家不算的东西 那我呢 我早已觉察出了 你的狼子野心 这几个背叛龙门 勾起外人 滚掉了我龙门送给沈家的寿礼 你好大的胆子 前正宗 你没见过我 可曾听过我的声音 这难道真是主人的声音 这难道真是主人的声音 前副会长 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 骗 这个是啥 声音相似的人有很多 以他杜元英的能力 找一个也不是问题 所以 他就找上了这沈家赘婿 要不然 他完全可以找一个 和门主年龄相似的人 前副会长 你看 这位 是沈若雪 沈总 是门主 亲自指定的合作伙伴 这一点 不可能有假 就算 你不相信我 也应该相信沈总啊 况且 我父亲辛辛苦苦 为你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不可能会骗您啊 怎么会害您呢 若雪 说句话呀 沈总 既然赵氏聪说 这小子是你的丈夫 我想此事 应该比谁都清楚 不错 我也觉得 他不是真正的龙门门主 龙门是因为我的能力 所以才选择跟我们沈家合同 让我做代理 沈若雪 这名气 肯定是你的阴谋 嘿嘿嘿 杜元英 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沈正总 质疑门主的身份 这可是大做 你可要想清楚 不错 沈正总 质疑门主的身份 这可是大做 你可要想清楚 质疑门主是大罪 但是前提是 他是真正的龙门门主 沈正总 你不过就是一个区区的副会长 我看没得要向你这么 那你便是冒充的 这副官 你别装了 你拿什么证明你的身份 是啊 龙门门主正在圣经 和世界顶尖的富豪权贵 在商议 你啊 是个什么东西啊 估计 如果没有用您的话 你连圣经的车票都买不到吧 好大的胆子 沈正总 你可认得这个 龙门令 现在 还是以我的身份 龙门令 全球中 象征龙门门主身份 至高无上的信物 这 这是你送给我的订婚信物 订婚信物 订婚信物 没错 五年前结婚的时候 我把它作为订婚信物送给你 可惜这五年 你从来没有用 今夜 在你母亲的寿宴上 我携带着 潜意订单 龙门的寿礼 本想在你母亲的寿宴上 公开我的身份 我说过 今夜 我会让你成为 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生 可惜 你却总不相信我 不是这样的 女轩 我 且慢 潘允轩 你拿一块破鱼糊弄谁呢 龙门令天下皆知也贵手无比 哪有随便把它送人的道理 不错 还定婚信物 开什么玩笑 我看这块龙门令 不过是一块劣质女伪造吗 贤正宗 你好大的狗胆 敢去给龙门令的真假 真是这样 你把这龙门令拿过来让我瞧瞧 贤正宗 你竟然然是龙门令 你可是这是什么罪狂 那你便是假的 一个臭宝安 也敢冒充龙门门主 原因 你敢背叛龙门 其罪当中 今天 我要替龙门 清理门户 哎呀 把他们给我拿下 今天 我要替龙门 清理门户 哎呀 把他们给我拿下 放肆 前副会长 雨薛 他真的是龙门门主 你若不信 可以去问一位玉玲龙 玉总会长 千万别为了一个小人隐祸伤尸 呵呵 玉总会长事物繁忙 正在圣经陪伴本主 没必要为了一个假货 去麻烦会长 我真是没想过 一个堂堂的青龙商会副会长 竟然如此是非不分 颠倒黑白 薛宁集团的沈总 我不知道你和沈家是什么关系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那以你的能力 哼 高攀门主 站在门主的身边 恐怕还不够 你有的 也不过是你那几分姿色而已 你 潜政宗 我给过你的机会 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 玉龙带着赵家的家主 现在立刻我沈家宴会厅 赵家家主 赵金武 恭迎玉总会长 行了 在海城 不必多礼 啊 玉总会长 我听说 五年一度的龙门董事会即将召开 您 不在圣经 您来海城干什么 龙门董事会延期了 如今 门主也在海城 啊 门主 我年前 我有些曾见过门主 才有了记忆的地位 到今日 能交好门主 玉龙 带着赵家的家主 现在立刻 赶往沈家宴会厅 女总会长 这 莫非是门主 赵金武 你真是生个好儿子 我献你一分钟之内 敢去沈家受验厅 否则惊艳 仗家覆灭 啊 哼 第一个会长 预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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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装了 你一个臭保安 现在 连玉总会长都想叫来 让我猜猜 是演员 还是说 你真的手眼崩天 能够连龙门门主 最信任的手下 都能收买 只死活的东西 前会长 你赶快动手 啊 再晚点 陆元英可真叫人来了 把他们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 把他们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 你且慢 鱼血 虽然你到现在都还不知悔改 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但是你现在还保留着丢婚信物 就说明 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沈若雪 你又想说什么 沈又你 今天本是我沈家大喜的日子 但你就近二连三的在这里打压我们沈家 更是抢走了我的老公 让他冒充龙门门主 如今犯下大怂 还是我也保不了他 我还从来不需要你来保 别装了 韩雨萱 不管你今天是否能独自逃出这里 躲过龙门的追杀 从今以往 你与我沈家再无任何瓜可 我只希望 你能别继续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真是可笑 沈若雪 活在梦里的是你 前夫会长 上 给我住手 玉玲珑到 青龙商会总会长玉玲珑拜见主人 赵家家主赵金武拜见主人 我等拜见主人 我等拜见主人 沈若雪 现在 你的梦醒吗 你这个爹 是不是想 要听我 你是养了个儿子 还是养了个祖宗啊 女子 又毁了赵家 爸 别叫我爸 我赵金武 没有你的混账儿子 龙门门主 那是你能得罪的吗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你告诉我 你还来问我 你今晚到底做了什么 你真的不清楚吗 我 皇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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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逆子 去死吧 赵金武 是你自己说的 你和龙门门主很熟 你们经常在一起吃饭 只能怪得了我吗 有什么样的父亲 只有什么样的儿子 混账 你也是混账 逆子 逆子 小雪 我求求你 他是你丈夫 你帮我求求亲 救救我 求求赵家 放开 这阴气都是因为 如果不是你 我们当初不会在酒店 如果不是你挑拨 我跟韩宇轩的关系 如果不是你 发展这些手离 我跟韩宇轩之间 会没有这样吗 没错 就是她 就是她让我 给姐夫打电话 去酒店的 你说什么 姐 都怪赵世聪 她说姐夫是个废话 说你 跟着姐夫 不如改变给她 所以我才给姐夫打电话 上她那个点 去酒店所文件 我现在才明白 姐 所以我才给姐夫打电话 上她那个点 去酒店锁门件 我现在才明白 好好好 到了现在 你们全都怪我是吧 沈子明 你说得好听 你要撕破脸皮是吧 好啊 我成全你 你就是我用二百万 收卖过来的吗 我只用了二百万 你就把你这给出卖了 你还好意思 说我 她说的是真 你替她放屁 不 不是这样的姐 我完全是为你的幸福着想 若雪 别喊我 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有你们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当初 她会被害死 你们会被赶出家 我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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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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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都脱走吧 雨萱 慢着 主人 您看 把他们都送去医院了 吃生吃死 这天天有命 主人 原辞 至于这两个该怎么办 我想你应该清 好 没办 来人 带走 主人 此事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分黑白 是我助纣为虐 求主人责罚 主人 田正宗如何处置 他倒是没什么大罪 不过 朱氏已经有自分 我觉得他 不再是个做 金融商会的副会长 是 钱正宗 从今日起 你不再是 青龙商会副会长 回家带罪去 谢于总会长 谢主人 金融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怎么样 来人 来人 雨萱 这是什么 收下吧 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自今日起 你便是我楼门 青龙商会 唯一的代理人 也就是青龙商会的 副会长 雨萱 这 什么 你愿意 不是 只是 我靠你 不足 不足以 担此重 先您的神董 圣经文明 仅有五年时间 便可以白手起家 创建千亿财团 若你都没有能力 那我这个青龙商会总会长 怕是个废物了 没有 想了你的口音 我没有先生是我们的人 啊 哈哈 约宁 你就收下来 毕竟都是给你准备的 另外 还有一个身份 不知道你要不要接受 什么身份 我的妻子 好 哈哈哈 谢谢大家